國標舞深蹲姿勢 性感大PK 不是有一個那樣轉圈出去 然後蹲下 然後這樣子起來 這個動作我以前做過 反正就轉個圈,直接... 你是忍者哦 不是 好難 KIMIKO老師,你願意為我們示範 要怎麼蹲才會比較性感嗎 好 我的天啊 精采的節目內容 請鎖定今晚的 《愛妮雅舞力全開》 首先歡迎拉丁舞相 國標舞王爭霸賽的參賽選手 帶來精采的開場舞 緊接著歡迎 活潑可愛的華千涵 以及吳俊錡老師 性感火辣的劉怡欣 以及黃宥荃老師 青春洋溢的李靖茹 青春洋溢的李靖茹 以及翁仲德老師 還有節目主持人 最美麗的侯怡君 以及最帥氣的GINO 歡迎收看 愛妮雅 舞力全開 舞力全開 最專業的舞蹈競技 最華麗的國標比賽 十二位藝人同場晉級 明星舞王舞后爭霸賽 今天三位前來比賽的藝人 到底誰能贏得評審青睞 奪得單場MVP呢 華千涵在哪裡 在你最近的就是他啦 你最近曬黑了哦 其實我剛剛也被鏡子裡面 也自己嚇得超大一跳 壓力會很大嗎 不會 好囂張哦 天啊 你是那一千的嗎 在黑這一點那一說 你不會輸給他 對 我的膚色是NATRAL的 不要塗任何專業 畢星你是沒有塗就這麼黑啊 對,我就是直接 是為了拉丁舞承載的那個存在 你是嚇黑的還是本身... 嚇到了 他是黑丟臉那一種 對 華千涵,你真的沒有壓力嗎 必須老實說 有啦 只是想說現在先亢奮一點 然後看比較... 因為你知道之前有藝人 就是會做噩夢 丫頭他們都會做噩夢 我有 其實昨天晚上 夢到我的頭髮掉光 就是我坐在那個梳妝台前面 然後姐姐在幫我梳頭髮的時候 說你怎麼沒有頭髮 我說什麼 然後原來是夢 嚇死我了 莫滿,你說我還去看了醫生 然後請醫生 開了抗焦慮的藥給我 慢慢來 不要急 相信你今天的打扮 我覺得你應該是一個狠角色 但是往你的左邊看一下 你看 還有靖茹 是,你是特務來著嗎 很兇的耶 雖然是玩具槍 不過也是有模有樣的 不過最近是靖茹的第二支舞蹈 應該比較習慣一點了吧 其實我緊張到 我剛剛在化妝的時候 我就一直這樣 一直吹我的心臟 我有看到 他都在我旁邊化妝 一直在吹 我想說這個人怎麼了 一直拍我自己的心臟 這樣 鬆鬆的 不要緊張 所以還是要放鬆心情 那一直讓我覺得 好像在來這邊觀光 好像來這邊看表演的一心 紅衣小女孩 你相當有經驗啊 之前很多的街舞、熱舞 你都來表現的 你都... 還可以拿獎金回家耶 之前沒拿過獎金 但之前都是跳現代 我從來都沒有就是跳國標 在這個節目這邊 你之前沒有自我挑戰成功過嗎 沒有啊 之前都是被淘汰的啊 你怎麼感覺 印象裡面 一直覺得氣勢很旺盛 因為我看起來就是氣勢很旺盛的人 而且沒有 你哪兒來的自信啊 因為你知道 我自己在做副業之後 你就會開始盤算 你就會想說 哪一個綜藝節目 他可以給你通告費 然後又可以讓你免費學才藝 最重要的是 有這麼多舞科攤出來 你可以挑 你自己喜歡的舞科來學耶 你是一個有腦子的舞者 是 真的很聰明 不是 他就是個商人來學跳舞啊 我們精打細算 對,免費可以學舞蹈 又有獎金可以拿 對啊 又可以受到大家的肯定 沒錯 連衣服都是免費的 我跟你說 是 大家都很有福氣 可以站在這個舞台上 跳舞給觀眾看 不過這樣子 這麼有信心的話 誰要第一個來 我們可以第一個嗎 你是認真的嗎 對啊 當然不可以 對啊 你... 我籤筒都拿出來 算不就我面子了 不過你勇氣可嘉 棒棒 來,我們抽個籤哦 抽到我們 來,我們仙姑今天會抽到誰 第一組呢 不會是劉怡欣吧 如果我還是抽到怡欣 他會不會太妙了 那就認了 你的表情 我也猜不透啊 第一組就是我們的華千涵 虎佑 等一下 你是虎佑還是虎佑 虎佑 好千涵 你虎佑的原因是因為你有陰影 這個陰影是來自於 在上一次鳳凰國標舞的時候 你不小心跳鬥牛的時候跌倒 對 今年四月 華千涵商品首度嘗試國標舞 但當時他在舞蹈過程中 卻發生了嚴重失誤 讓他遺憾至今 但我覺得從哪裡跌倒 就要從哪裡站起來 你不害怕再一次... 姐姐 有 你... 你可不可以 要讓人家鼓勵還是壓力啊 你幫助我放鬆心情嗎 不是,因為我跟你比較熟一點 所以我會替你緊張 我也很緊張啊 姐姐 千涵真的很妙 我有私底下聽說 因為一般人失誤之後 你不想去面對他 最好不要看那一集 家人、朋友都不要看是最好 只有他一個人 反覆看了十幾百次 他就是一直看 到底哪裡出問題了 而且我還把他這樣 停格放大 想說裙子也沒扮到我 腳也沒有拐到 對 我到底怎麼了 而且我第一次跟老師碰面 我就說 老師,我這次一定要雪恥 我要扳回一城 我絕對不要再讓那樣子的事情 再發生一次 然後老師就很MAN這樣 他會好好保護你 好MAN哦 好MAN哦 不過你第一支舞蹈 今天的你的國標第一支舞蹈 你要挑戰的是什麼舞科 恰恰 因為我覺得 全世界的人應該都會把倫巴 放在第一支 對啊 我原本想說你應該要跳倫巴 那你為什麼選擇恰恰 因為我覺得可能跟我自己的個性 比較符合 結果我根本就是搬轉雜交 那不管如何 我覺得你跟老師之間的默契 應該培養出來了 這大概有學幾堂課了 反正就是比上次跌倒的鬥牛 多很多啦 所以想必這個恰恰 你應該很有信心 也沒有多很多 我說錯了 我說錯了 你可不可以放鬆一點 不要那麼緊張 我沒有辦法 你為什麼要抽到我 他崩潰了 在我們節目上 有一個藝人崩潰了 把你的實力拿出來就好了 在冒冷汗 好,那我話就不多說 讓你們趕快跳囉 好 歡迎二位帶來精采的表演 你是怎麼樣 以前告訴我 一直喝嘛 你剛才叫我醬醬的 八點檔嫁妝禮 脫辣的謝婷婷 想必觀眾朋友都印象深刻 其實華千涵不只戲演得好 他更是舞蹈科班出身的練家子 但沒想到 這次練習國標舞卻並不順利 因為從小學進軍嘛 然後金牌妖籃會選招 就覺得應該難不倒我 可是當我今天來上了第一堂課之後 我就覺得天啊 怎麼做都很激情 怎麼做都很醜 然後感覺聽得懂老師在說什麼 可是身體就沒有辦法 讓他控制一次 然後就有一點小小的負傷 雖然練舞過程 並沒有華千涵想像中的輕鬆 但是為了一穴前耻 千涵與老師花了更多的力氣 矯正自己的姿勢與動作 對,動 來 預備,手伸 動完來 對 對,動了 快點推 可以,來,拆 好,來 一、二、一 開了 開了 這樣了 對 從小有未經距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他爆發力很痛 但是因為可能運用的肌肉 不太一樣 所以我是很希望能夠讓他 找到他的軸心 跟他的雙腿內側的力量 他可能會稍微幸福一點 因為感覺他拿外側機 是滿強的 裡面好像不稍微弱了一點這樣 而面對嚴苛的訓練 不管再辛苦 千涵也總是笑臉以對 好酸 超酸的 不要讓老師聽到 好酸 腳腕要爆炸了 然而面對一次又一次的苦練 身體的傷害 還是在所難免 我的腳後跟破掉了 前幾天練習都沒有 今天突然腳後跟頭 可能是鞋子扭破牌了 簡單進行處理之後 千涵又繼續苦練 但或許因為壓力過大 他的狀況卻越來越糟 我覺得成果不盡力少 我應該要更好 因為明天就要入營了 還不是很準確的 可以找到音樂 哪個拍子該做好 哪個拍子該做好 我覺得有點擔心 抱持從哪裡跌倒 就從哪裡爬起來的決心 華千涵即將重新站上這個舞台 這次他能順利完成表演嗎 我還是問了 我就是說 那麥克風 我們要用這個天井 有一個回事 我會嚇一跳 你嗎 要是 我們先請這次 我不是去做好 打開 有一個知道 你可能會學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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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學習星 你可能會學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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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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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是個練家子嘛 對 應該是下了非常多的苦心 是,可是他現在表情 並沒有很輕鬆的跳完的感覺 似乎對剛剛自己的表現 沒有很滿意嗎 覺得自己表現得不好 有一些小食物是不是 拍子沒有對準 可能太急了 這就是重點了 是啦 其實我覺得還好 對啊 不會很明顯 身體看起來是還滿從容的 只是腳步有點亂而已 但是我覺得看起來還好 我只能說好險我是個演員 對啊 而且反正國標就是要這樣子嘛 就是上半身看起來衝容 下半身亂嘛 身體但是其實下面亂起來 國標就是要這樣子 千涵,你不敢看我對不對 我不要看那邊 那你就可以看我,奇怪 我真的希望我... 可是他想看你哦 我想要站在台上 可以好好把話講完 不想每次都這樣啦 我了解他 因為要求好心切 好,你不要說話 想要跟你一樣優秀 真的好難哦 但是我一定會繼續努力 你不要給自己這麼大的壓力 抱一個啦 他現在好笑,你抱一個 不行啦,我現在身體很黑 衣服會髒屌 沒關係 我們負責去洗就好 好,我想給你一個報告 來,掌聲鼓勵 千涵真的對自己 是一個要求很高 然後不容許自己有失誤的人 今天還是要鼓勵你 你從頭到尾很順利的 把舞蹈完成 而且最後那個大招跟大結尾 我知道你練習練得很辛苦 都黑痴了對不對 是 看得出來嗎 好大一個黑痴哦 對 就是往死裡劈啊 習慣了 好,沒關係 我們緩衝一下情緒 我們聽聽看老師的看法 好不好 許民燦老師 他今天表現得好嗎 俊錡老師 裡面有跟妳排很多 基本步的元素在裡面 尤其女生在跳拉丁舞的時候 她的膝蓋動作、腿部動作 看得很清楚 包括她的足左點運用 所以你要完全把它掩蓋起來 是不太容易的 不過我可以看出 你是很認真在跳 因為我從你的力量 你的眼神 可以看出你用心 也看出你的辛苦 我相信這個只是第一手舞了 不過你有以前的經驗 還有今天的經驗 你應該會達到你所要的水準 重點就是說 你能不能對自己更有信心 然後你的表現就會更強 謝謝老師 謝謝 好,謝謝徐民燦老師 其實我覺得你也有在成長耶 就是私底下像個小男生 可是剛剛的恰恰裡面 其實他還是有很撫媚 很動人的那一面耶 我其實克服... 就是那個摸身體 就是那段學了好久 因為我怎麼做怎麼怪 然後還有一個那個 蹲下衛服起來的 你滿自然的啊 對啊,滿好的啊 那是我從一個什麼鋼鐵人之類 然後有夠強硬然後超美 老師又說你真的是女生嗎 老師好像有話要說 是,俊青老師 他剛開始來的時候就非常... 可能是因為都自己練功還是什麼 就是非常的壯 然後... 壯 就是他...就是在... 他是非常... 好 非常剛硬有力道的一個女孩 然後就是在摸自己身體的感覺 就是很...好像很... 有點隨便 我現在會啦 你叫他摸 你叫他摸 對,開始 然後就這樣看著老師 我說 老師,我哪裡出了問題啊 他說你要讓自己看起來 要摸得很昂貴 手要這樣... 有戲有沒有 然後這樣用力這樣... 就... 有差別嗎 我覺得第二次好多了 但是你為什麼要咬嘴唇 就是... 狂眼嘛 乖乖女 然後這樣換有反差啊 聽說剛剛有個動作 不是要跟老師互動 你必須要蹲下來抚摸老師 那個動作也搞了很久是吧 就是... 不是有一個那樣轉圈出去 然後蹲下 然後這樣子起來 然後我一開始的時候 就這樣轉出去 然後這樣 然後我就這樣看著鏡子 然後就說 老師,我現在是... 你現在是準備要撒鹽 要準備要推人 還是什麼我好像要去上毛側 我就說到底怎麼用啊 我跟你講,這個動作我以前做過 我也跟你蹲一樣 你也有這個過程嗎 我沒有辦法狠女人 我沒有辦法狠女人 你們想看嗎 想 但我現在進步一點點了 我知道那個關卡很難 你先做一個一開始不會的 一開始老師,你借我一下 就是反正就轉個圈 直接... 這是忍者哦 我就會這樣 準備要設飛鏢耶 就很難抓到那個感覺 後來就是盡量轉完之後 我可能會稍微好一點 還是一樣啊 不是,我覺得動作OK 可是因為你的二頭跟三頭太發達 所以感覺還是沒有很女人 怎麼辦 我怎麼那麼男人啊 我... 是不是 真的就是... 對 怎麼樣可以狠女人 你們... 你們旁邊等一下 你們不要笑得很開心啊 你們兩個女生笑得很開心哦 對嘛 來 來,歡迎靖茹跟依馨 你們兩個不要光笑 來示範一下 先歡迎依馨版本 你要先試一下嗎 渾然天成 怎麼這麼好 好多的 滿好的耶 真的耶 是不是因為... 是因為長裙的關係啊 沒有抓到那個外巴 好,那我們找一個看得出腳吧 來,靖茹 可能會像蜘蛛人 我覺得 很難不看到腳了 好,來,預備 請 你先... 你先自己... 你先自己先... 往右轉一下 你就是先摸一下自己 昂貴的扶摸 好,然後可以旋轉 轉一下 然後去勾引老師 等一下 很難 真的不容易耶 我看完他之後 我看完他之後 我覺得我也沒有很奇怪嘛 我發現這個難度其實是頗高的 對,好難 KIMIKO老師,你願意為我們示範 要怎麼蹲才會比較性感嗎 太好了 讓我們所有人好好的學習一下 好,其實我覺得 這是一個心情的問題 心情的問題 心態的問題 對,老師,我就不客氣了 麻煩音樂,謝謝 好 來,給老師一個 ROMANTIC的音樂 我的天啊 好 不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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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燈在亮了 好想往下看下去哦 問題都在於 你們真的是一個 女孩子來著 對,因為你有沒有發現 你們剛剛都離老師好遠哦 對 我其實因為我沒有高跟鞋 所以我剛剛一過去的時候 我就把重心給老師 重心給老師 所以你會發現我離他很近 所以我下去的時候 我其實就是依著他的腿 你要覺得 大腿的內側 夾住他的腳 好害羞哦 把他當鋼管 對 就有露下去的感覺 這感覺很對耶 我有感覺了 你要不要露露看 怡君姐 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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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腿內側 貼近他 音樂請下 然後露下去 對 好厲害哦 好厲害哦 再露回來 我的天啊 好了 姐姐 姐姐 前面明明很好啊 OK嗎 前面很好,後面兩個在西江峰 好露哦 很好露 對 花千涵,你再試試看 好 看那個感覺會不會找到 對,重點是千涵啊 千涵要會露啊 來,GO GO 好心酸哦 好多了 這是可教野嗎 很大 終於學到如何 讓自己很性感 就是心態的問題 對 好,謝謝KIMIKO老師 謝謝 也謝謝其他兩位 也謝謝怡欣 也謝謝靖茹 好 我們聽聽看其他老師的看法好了 佩玲老師,你的看法 千涵,我覺得你這一次的表演 是可圈可點的 這個音樂它的拍子 每一個拍子都很強 然後跟著你的身體的律動 你的每一個動作都是很強的 我很喜歡你有這樣子 很強壯的身體來跳恰恰 是真的 你的每一個步子 對我來講是穩扎穩打的 然後只要你對自己有信心 然後只要你對自己有信心 你天生有這個力度 你把臀部的擺盪 跟重量的轉換再做好 你的腳掌腳尖的方法 再做更細膩的話 我覺得均潔老師跟你是... 會是很大的一匹黑馬 謝謝佩玲老師 怎麼樣聽完心情 有沒有開心多了 好,協約有... 好 姐姐,謝謝你抽到我第一個 我現在好輕鬆 好輕鬆 加油 加油 其實佩玲老師跟民財老師 都認為你跳得還不錯 可是其他的選手 不曉得你覺得他... 他今天表現得好嗎 怡欣 我剛剛看完之後那大招 我現在整個背景有點涼 老師,我們等一下 不會輸啦,大招 對 真的嗎 OK,怡欣是有一點點歡樂 是,我有一點 那靖茹呢 我非常歡樂 你歡樂的點是... 好強哦 我剛剛看到他一個人獨舞耶 好強哦 我的天,我那時候 看到那一刻就... 是 這根本就是專業舞者啦 超強的 等一下試什麼,我請你 兩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做了嗎 請加油 而且重點都還沒看分數呢 對 華千涵到底可以獲得到幾分呢 評審老師,請給分 好,華千涵帶來的恰恰 能不能拿下高分嗎 目前來到了81 81、82 好,小數點幾乳往上升 再來 83、84 但是能不能如願到84.5以上呢 能不能... 好,84.5,還有沒有 剛好84.5分 明才老師 KIMPO老師84.4分 菲林老師 藍波老師84.5分 所以不到最後一刻都不要放棄 其實你有付出 他就會得到你想要的一個結果 加油了,華千涵 謝謝 謝謝 雖然曾經在這個舞台上跌倒過 華千涵卻不肯就此放棄 反而帶著強大的決心 再度前來挑戰 而今天 他也憑著辛勤的苦練 以及不服輸的精神 讓這支精采的恰恰大放異彩 好,麻煩你為我們抽出下一組藝人 畢欣好像滿想先的 我沒有在你之後 我一點也不想 到底... 好,會是誰呢 是紅的還是黑的 請 恭喜 又一心 也謝謝千涵跟俊錡老師 請先回座休息 一心呢 今天穿了一身紅 對,感覺... 當然是好兆頭 但是這兩種舞科而已 我在猜 一個就是倫巴 倫巴 一個就是鬥牛 鬥牛 對 所以今天帶來的舞科是 他的個性比較... 鬥牛 我才想說你個性比較柔 應該這樣 可是倫巴那個身體又很柔軟 我之所以選鬥牛 是因為我身體很僵硬 我是沒有舞蹈基礎的人 所以我沒有辦法這種柔軟的 我都彎不下來 跟你的個性也比較適合嗎 對,我覺得鬥牛他比較 有熱情的感覺 比較激烈、很熱情、很開放 是 除了很熱情 我覺得你今天還有非常大的不同 你的鼻音加重了 對 怎麼了 怎麼了 我現在是那個嚴重的 重重重感冒 對 對 幹嘛這樣 救命啊 又來一個病毒 我最近嘎戲 你不要這個樣子 你痛苦不好 是因為當然是很辛苦、很努力 是 另一方面會不會是因為家人 帶給你的壓力 也有一點啦 家人看好你嗎 我覺得也沒有耶 我覺得有耶 有嗎 為什麼 因為如果不看好不會來現場 是 今天依馨的媽媽 還有阿嬤都來到現場了 在哪裡 來跟大家揮揮手 嗨 媽媽,你好 媽媽好 妹妹好 媽媽這個 你支持依馨跳舞嗎 沒有,那個時候 他說要參加比賽的時候 我想說 你真的是出來嚇人的 因為他真的自體以言 他真的是同手同腳的人 對他來講 從小就發覺不好 對 他根本不會跳舞的人 但是之前我印象當中 其實依馨在其他的節目 別的節目可能也有跳舞過 媽媽有這樣子跟到現場 去幫他加油嗎 沒有 但是為什麼今天會來到現場 幫依馨加油 因為也是 我一直跟他講 要有平常心 再來也參與就好 媽媽跟依馨講說 要以平常的心 來面對這一次的比賽 言下之意是 依馨非常重視這一次的比賽 跟以前他在表演 完全是不同的心態嗎 他說一定要挑戰自己 他知道自己不行 可是他說一定要挑戰自己 所以家仁到場支持 就是他最大的動力 是的 要不要媽媽跟奶奶都來了 幫他加油打氣一下 加油 媽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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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的節奏 他很可愛 那就依馨加油囉 好 歡迎二位帶來精采的表演 來 性感火辣的美胸皇后劉依馨 出道以來 最不擅長的就是跳舞 所以對於這次參賽 依馨也下了很大的決心 而為了激勵自己 他更選擇了象徵著勇敢的舞科 因為我一直覺得動牛 它是一個很熱情 然後又有點男生、女生 有點那種近距離 又遠距離 有點在打架很激烈 然後又很有熱情的舞 然後群擺那個舞動 我非常非常喜歡動牛那個群 然後擺起來就覺得 我是個群 我是個女王 雖然氣勢Pumple的鬥牛舞 讓依馨相當的著迷 但開始練習了之後 他才發現 原來鬥牛舞並不簡單 超級難 超級難 因為有很多大招、很多特技 是你需要很多的肌耐力 基本上沒有在練舞 或是沒有在做重訓 你肌肉很多久是沒有力氣 所以很多甩的就是甩很出去 再加上有一些節拍 常常會造成同手中腳 就會覺得自己好滑稽 所以就是只能夠努力 認真的改變 三、四、五 而且從未嘗試過 國標舞大招的宜馨 也被這些高難度動作 給嚇壞了 好刺激哦 可以嗎 再一次 好,來 你今天好近哦 一來就跟老師唱一下 說誰怕照照照照照 好像跟你玩真的 但是既然下定決心要挑戰自己 依馨只能再三的苦練舞步 但是高強度的舞蹈訓練 還是讓他體力漸漸不堪負荷 怎麼會這樣呢 現在突然間覺得有點緊張 很恐怖 不好耶 前面一直... 一直斷掉 到底劉宜馨商品首度的 國標舞挑戰 結果會是如何呢 妳的士封 不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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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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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劉宜盛 王宥荃帶來的FLY 純粹的舞蹈 沒有任何的道具 或任何的劇情 加以去點綴 是 這是對自己的舞蹈要非常有信心 我覺得你今天表現得很好 對,怡欣,你... 你讓大家很驚豔 做得非常好 好開心 媽媽,覺得怡欣今天表現得好嗎 貼到我的雞皮疙瘩都起來 掌聲鼓勵 媽媽有感受到了 值得 他的辛苦值得 是,阿嬤也覺得很棒嗎 好,棒... 謝謝 可是你多成功 我覺得我很感謝那個老師 因為... 宥荃老師 他真的是幫我掌握很多 因為其實一開始有一些 非常基本的步伐 我連踏都踏不好 然後幫我換了好多動作 那包括剛剛其實 我覺得你在舞蹈裡面 呈現很多大招 對 這是你自己要求 還是宥荃老師幫你設計的 我想跟... 我那時候一來就跟老師說 老師給我大招非常多 我要十個、二十個全部都來 有志氣、有勇氣 所以最後結尾前的那個翻轉 我那時候傻眼 老師給我看說 怡欣,我覺得這大招不錯 你看看這個都很好 我說可是這個 你不是說你要很多大招嗎 來啊,沒在怕的 好啊 所以你知道我根本 我的對話已經變成這一招 就是反正頭已經洗一半了 對 我就跟你拚了,全力以赴 對 感覺起來有點變相的信任遊戲 是 你必須敢 教給對方 那個動作才能完成 你自己就會受傷 其實它就是我們有些步子 我們把它做一個修改 對,因為它真的是 左右手真的不協調 對 你說有時候會出現 同手同腳的意思嗎 對,或者是明明要出右腳 玩出左腳 它會出完右腳 然後再出右腳 對 好難耶 對 可不可以示範一下那個左右左右 我練這練半個小時 對,這個步子叫那個BOTAFORCLE 1 2 3 4 就這個步子 對 這是我大招 我卡了30 你們不要覺得很簡單 真的非常難 浩宜君 5、6、7、8 動大動 動大動 這個需要練半個小時嗎 半個多久 要,真的 他踩這個步子大概踩30分鐘 可是做大招大概1分鐘 對 因為他的身... 我覺得他說他沒舞蹈基礎 可是他的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整個核心的力量 還有大腿內側 滿有力的 所以他整個在做LIFT的時候 我原則上就是 好像在搬保麗龍一樣 所以不會很腫 他Hold得住 對,他Hold得住的 對,好奇怪 但是我覺得動牛舞會好看 除了是現場的那個感覺 氛圍、氣勢 他那個表情也相當重要 要兇狠 對,要很強悍 是 這對你來講應該不困難吧 沒有,他平常表情滿呆的耶 對啊,我就是會傻笑的人 老師有叫你那個表情應該怎麼擺嗎 有啊,老師就說就是欠... 我欠你很多會錢 然後你要瘋狂踩我 瘋狂瞪我 到最後怎麼兇的表情 最後就是... 兇不是直挺挺的 瞪子前面就叫兇 那應該怎麼兇呢 兇 GINO應該怎麼兇 要問影后侯怡君小姐 怎麼來 侯怡君的兇是有層次的 沒有,我基本上不笑就很兇 對 其實... 其實是... 我是渾然天成的 可是這樣子好不好 你能不能教他一個 如果你跳鬥牛的時候 怎麼樣的兇 比較適合鬥牛 好 這種飄白眼的最恐怖耶 抓到我 要罵人 好恐怖哦 鬥牛的兇 有,有層次 我覺得偶爾你要靠一些舌頭 對,你... 舌頭 他把他的下巴整個頂出來 真的很像一隻牛 但是我跟你講有一個人 他不笑也很兇 KIMIKO老師 不要 不要 老師 不要 我覺得怡欣,我真的要稱讚你 你可以跳舞 真的嗎 對,你是真的很適合跳舞的身材 因為今天在這支舞裡面 你的所有只要是拉長的線條 你知道嗎 那個氣勢都是非常夠的 好開心 那只是有一個小小的地方 我是覺得很... 就是你沒有很放心的 把自己交給宥群老師 你要相信他 因為你的舞伴 真的是非常盡心盡力的 在用他的所有... 他的身體在感覺你 我只能說 宥群老師,你要好好保重 因為我覺得你的存在 會是決定衣心 能不能在這一季有好表現的 很重要的原因 謝謝KIMIKO老師 說真的,我非常贊同 因為宥群這一次的表現 我覺得是被宥群給激發出來 對 給創造跟設計出來的 這支舞變得很好 老師真的是了不起 是 但是對這個舞蹈動作要求 甚至非常嚴格的 佩玲老師,你的看法 其實這條舞的編排 真的是非常的好 這個音樂我也非常的喜歡 然後宥群的身材 跟盡力的樣子 超過你自己本來能力有的 都是可圈可點的 氣勢也很好 線條的延展度也很好 但是我認為宥群老師要在... 如果你下次還要再表演PASS的話 你身體的角度 還有眼神的位置 骨盤的位置 都可以再加強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宥群今天的表現 也是讓我很驚訝的 謝謝老師 謝謝佩玲老師 老師給的評價其實都滿高的 滿肯定你這一次的演出 但是其他的選手 藝人覺得 宥群會帶給你莫大的威脅嗎 來,靖茹 我的腿都軟了 我覺得我好像... 好像是被他討債的那個人 這個... 中德老師 我覺得你的藝人 你的拍檔 已經被這兩支舞搞得信心潰體 你該怎麼... 你覺得這支舞怎麼樣 還OK啊 謝謝 所以你們其實還是有勝算 真的、假的 對嘛,靖茹先別想太多 好 那千涵,你呢 我覺得我有一種 被他騙的感覺 因為我之前跟他合作那個 連鎮的時候 我們都是霹靂交蛙 他就跟我講說 好好哦 我都不會跳舞 我超沒有運動細胞的 我都會同手同腳 我都怎樣怎樣 然後... 不好意思 你幹嘛 好 但是因為我上... 我之前有學過鬥牛 還是可以知道鬥牛舞的一些重點 所以你覺得一心有做到鬥牛 應該做的重點嗎 直說無妨 就是有一些地方可以再更好 我有聞到了濃濃的煙消味 是啊 那不如就讓菸消味近一點吧 歡迎崔涵跟俊錡老師 是的,直接來舞台上比劃 比劃 兩隻牛 兩隻牛,真的 生氣的牛 對,一隻毛牛、一隻紅牛 是 當然成績 我們不用特別去琢磨 但是它畢竟也是代表了 某一個層次的肯定 是 所以加油囉 好 好,到底劉怡欣可以獲得到幾分呢 評審老師,請給分 好,劉怡欣還有黃宥荃老師 帶來的鬥牛 能不能夠超過華前涵的分數呢 分數目前來到了83 83、84 小數點出現了 緊逼在後84.3 84.4 84.4 84.4分 我們還是朋友 我們還是朋友 所有的老師一次給予84.4的分數 我好開心哦 其實兩位的實力不相上下 所以接下來還有兩支舞蹈 大家好好的加油囉 好 雖然首次接觸國標舞 但是鼓起勇氣 站上舞台的劉怡欣 用驚人的毅力 克服了對舞蹈恐懼 順利的完成這支精采的鬥牛舞 也期許伊心下一支舞蹈 會有更亮眼的表現 而第三組即將登場的藝人是 李靖茹以及仲德老師 你跟仲德老師今天算是 就是第一次合作嘛 對 選擇是什麼樣的舞科 今天嘛 今天其實是選鬥牛 好啊 算舞 所以是衝著伊心來著 可是 可是你們的穿著風格打扮 完全不同耶 對,一個黑一個紅 你們感覺是有劇情來著 是 我們有一點劇情 可是我本來就是 我會選鬥牛 其實本來想說鬥牛 應該就是像 擺擺姿勢就好了 有裙子可以拉 對啊,有可以遮住我的腿 就算我跳錯也沒關係 所以你剛剛說伊心幹嘛 剛剛就是... 我都沒有跳錯哦 好 我剛剛的步子都是正確的哦 是 是真的 你聽得懂耶 聽得懂 我要腳在腳 我氣了 他好氣哦 好,鬥牛用感覺 好像是007女郎的方式來呈現 那為什麼會多一個保全的感覺 這跟這個舞蹈有什麼關係 我們猜不透 因為這個劇情 就如電影一般精采 是 為什麼會有女特務 為什麼會有保全 就要看他們的鬥牛了 到底他們會怎麼呈現呢 那就歡迎他們帶來精采的表演 在第一輪比賽當中 多下84.3分的李靖茹 決定在第二支舞蹈加入故事劇情 但是一邊跳舞 一邊還要運用道具 這對靖茹的體力 又是一個極大的考驗了 累死了 好累哦 鬥牛怎麼這麼難啊 而且面對相當注重框架的鬥牛舞 進入的基本舞步也遇到了難題 甚至經常連站都站不穩 大崩潰 我的腳連站都站不穩 然後屁股都沒辦法夾緊 就是鬆的 然後轉圈也轉不好 好 我這樣像跳舞嗎 連連遭遇挫折 讓希望表現更好的靖茹 顯得相當沮喪 其實他很認真 可是因為畢竟他沒有太多的舞蹈地質 加上他的筋又有點硬 骨頭又有點散 所以學起來會非常辛苦 不過儘管如此 不想放棄的靖茹 卻堅持還要拉筋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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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站一下…就好 不要 休息了 好累喔 擦乾淚水 忍著疼痛 一心希望能比上次表現更好的靖茹 面對困難的舞步 只能一再的咬牙苦練 究竟他的表現會是如何呢 妙 欣賛 變得更好的靖茹 妙 即使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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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謝謝李宗盛 翁仲盛帶來的 《神偷特務007》 出乎我的意料 我覺得應該是個很酷的女特務 沒想到他是這麼可愛 而且有一點好笑 這是誰的想法 加入這麼俏皮的劇情 有老師的,也有我的 就是在那個斜落那邊就是... 我會不小心做出那種 那種動作 自己很想要斜落動 對 把俏皮的元素給加進去 讓這個舞蹈更活潑了 不過如果完全沒有舞蹈基礎 要學鬥牛 這真的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你有遇到很多挫折嗎 非常多 就是因為只要節奏一快 我就會很慌張 然後甚至慌張到比節奏還快 是,那面對於這樣子 老師,你怎麼去加強他的訓練 其實第一次我們剛剛見面的時候 我就發現他 然後其實他會沒力 內巴 然後全身軟趴趴 還有壓力是怎樣 你怎麼說想的梗啊 內巴 然後又軟趴趴 那你還要跳鬥牛 你要叫一隻蝸牛來跳鬥牛 因為我跟他私底下 就先問他 你這次有沒有想跳什麼 因為他上一支是跳倫巴 他說... 他很直接的回答我說 鬥牛 然後我心裡就想 鬥牛,好啊 你要鬥牛就可以鬥牛 然後我就見面就直接排了 然後排完之後 我才知道 不是,老師 你真的你要聽我解釋 好,你懷懷的解釋 因為我那時候跟他老師講說 老師,那我的服裝 是不是會有一個長裙什麼的 他說鬥牛通常就是脫離不了 這種東西嘛,對不對 所以我就想說 有長裙我就安心了 我反正只要把我腿遮住 不管再怎麼拉 應該都看不太出來 結果殊不知他一個靈感 就是說沒有,我沒有你穿裙子 我要你就是把腿露出來 可是你也太小看評審老師了 不管你今天有沒有穿長裙 評審老師也都知道 你的腳位子有沒有到位 對啊 其實是很難遮掩 任何你想要去遮掩的缺點的 而且靖茹還有舊傷 對你們來講 小時候的時候 因為就是那個時候在學校學溜冰 然後結果跌得滿嚴重的 結果就脫舊了 脫舊哪裡 大輪骨這邊 這是很致命的一個要害耶 對,然後那個時候 就是小時候脫舊的時候 媽媽其實背著我上學 背了好長一陣子 因為完全不能走路 完全不能走路 而且我們學校 我們教室在四樓 他每天都下課之後 他就背...就上下課 他都會背著我爬四樓 然後把我放到位置上 然後體育課就是盡量不去這樣子 然後媽媽要走之前 也有跟我交代說 要我千萬要記得 以後結婚生小孩 不要自然產 因為我的腳會慣性脫舊 所以如果我在生產的過程中 我的腳太開 然後就會脫舊 我要等到坐完月子 我才可以去把它喬回來 對,所以叫我一定要剖腹產 這樣 你講我忽然覺得整個事情 變得很嚴重 很嚴重 其實我在練習的過程中 就有一些關心脫舊 然後我就會自己稍微 就是把它喬一下 喬回來這樣 不過這就是讓觀眾了解 其實這個過程的辛苦 但是不管怎麼樣 藝人或者是一個選手 今天站在舞台上 其實呈現的就是 最後結尾的那個結果 我們必須接受 勇敢的去面對它 還是要聽聽看評審老師 給你什麼樣的一個評語 南坡老師 看完整個表演來 我就覺得老師辛苦了 這些人在跟老師跳 我覺得有板有眼 老師一離開 我發現這些藝人 真的有 因為他一離開老師的時候 他身體完全沒有把握 而且他會覺得很慌 你自己的穩定性完全沒有 老師,我覺得真的有點危險 因為把腿全部露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反而會有一點點 凸顯出他的弱點 尤其是 尤其他背的動作一拉出來的時候 發現他的腳的幅度沒那麼好看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有點可惜 但是說實在一點還是要說一句 謝謝藍波老師 好,那我們再聽聽看 站在女孩子的角度 他會有什麼不同的看法 佩玲老師,你的看法 靖如比上一次的演出 進步了非常的多 但你要特別的去注意就是說 你的腳尖的位置 你轉動的位置 你就是常常有空的時候 不只是跳舞 就是可以拉拉筋 讓你的筋開一點點 好,謝謝佩玲老師 其實仲德老師對你也是 要求得非常嚴格 他覺得未來在其他的舞蹈 你也可以把它詮釋得很好 所以其實你們面對第一次上課 老師就出了功課給你了 是嗎 是 老師叫我... 叫我回去要拉筋 做那個重訓 已經跳了可能三、四、五個小時了 然後還要來做重訓 每天都是肌肉痠... 肌肉很痠痛 然後排不完的乳酸 對 拉筋很痛 但是是什麼 讓你繼續堅持下去 就是我想要再... 我想要讓我自己進步 我覺得我... 我不要跟別人比 我一定要跟我自己比 我一定要比上一支 還要再更好 我相信老師這麼用心 他可以給我很多 老師這麼用心 如果我還辜負他的用心 我還不用心的話 我就太對不起他了 謝謝你 辛苦了 過程很辛苦 但是我覺得最後得到的是自己的 你要努力堅持下去 好 好不好 好 當然也要堅持看分數 好 加油了 再次歡迎目前的最高分 來,歡迎千涵還有俊錡老師 郝千涵今天覺得自己表現得 沒有很到位 沒有很完美 但是面對於靖茹 他全力以赴 剛剛這個舞蹈 你有什麼看法 很棒 因為我從小就拉筋 我知道那真的很痛苦 對,而且我二十六歲了 你知道嗎 我也是 但是很棒,真的很棒 而且就是已經有一點歲數 你還可以做到 真的 很棒 有...是有多少歲數啊 你們兩個怎麼好像老兵 在義當年啊 你們兩個二十幾歲而已 你不覺得他們的話 都高來高去的嗎 最後來一點點回馬槍 你看以他的年紀 他都做得到的意思 他跟我同年紀 只是我從十歲就開始拉筋 可是他... 現在才開始拉 所以那是更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有這樣的精神 其實就很值得我們學習了 是哦 但是還是要來看一下分數 靖茹到底成績如何 評審老師,請給分 好,到底這一次 拿到冠軍的會是誰 就要看靖茹的分數多少了 好,目前分數來到了83 83,再來 84 能不能超越千涵的分數呢 84.3 84.3,還有沒有 好,84.3分 還滿理想的分數 你自己滿意嗎 滿意 我其實上一支也是84.3 所以你是失望的嗎 對,我可以跟靖茹說一件事嗎 因為他剛好站在千涵的旁邊 我覺得他們兩個身體啊 我覺得你沒有什麼好難過的 因為你知道他跳了那麼多年舞 你現在是跟他站在同一個舞台上 他才要哭 而且你還有大腿關心拖 就我沒有啊 所以你已經很棒了 不要因為分數 真的,而且其實你們 其實大家每一次都很在意分數 但是我們其實更想要看到的 其實是你們在過程中 有沒有去感受到 我站在舞台 我到底想表達什麼 而不是只想贏這件事情 我覺得你們在舞台上的時候 我想要今天讓人家看到 我很開心 我想要讓人家看到 我很努力 你想要讓我們看到什麼 就想這件事情好了 贏跟輸 不代表絕對 謝謝藍波老師 用這麼詭諧的一種方式 其實是另類的鼓勵你們 所以靖茹,不要難過 眼淚擦乾 你還要面對你的下一支舞蹈 好 從未接觸過舞蹈的靖茹 每次的練舞過程 充滿著汗水與淚水 但他卻總是咬牙堅持 不曾想過放棄 這樣的精神讓人感動 華千涵、俊錡老師 今天成為我們的84.5分的最高分 是的,是我們的MVP 獲得一萬元獎金 恭喜兩位 也謝謝其他兩組藝人 你們加油囉 加油 還有兩支舞,加油 接下來要進行的是 拉丁舞相爭霸賽 今天三組選手呢 他們要挑戰的是指定舞科 倫巴 在比賽之前 我們要邀請許民財老師 我們溫馨小提醒 要注意什麼樣的細節 我在這邊要先提醒三隊選手 就是在跳倫巴的時候 你必須要除了有很好的 音樂節拍的掌控 基本步、基本動作 要融入在裡面 還有雙人的相對連結關係 情緒之外 其實當務之急 應該是要把你的信心拿出來 然後全心全意的投入 加油了 謝謝許民財老師 首先要登場的是 紀松佐、紀松林 歡迎他們帶來精采的演出 黃宵 我會異能輸擊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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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紀松卓、紀松林 帶來精采的表演 感覺很行雲流水 然後非常的颱風穩健 很棒的一支舞蹈 好,首先想要請教佩玲老師 你的看法 我覺得有點讓我失望 因為我覺得你們兩個 跳舞的動作都是乾淨的 拍子是整齊的 但我希望看得到 你們那個動作裡頭有黏度 也就是說你們在跳舞的時候 所有的... 只有那個點跟線 可是那個面 那個立體的感覺沒有 尤其是哥哥 身體的重心 轉換應該是好的 所以你的重量 應該給地板更多 我希望看到哥哥 你身體的黏度 你用多一點的身體跳舞 不是只是線條 謝謝老師 謝謝佩玲老師 謝謝二位 待會兒我們再一起來看分數 謝謝 請先回座休息 謝謝兩位 接下來要歡迎的是 劉冠亮、何憶婷 歡迎他們帶來精采的表演 歡迎劉冠亮、何憶婷 帶來精采表演 劉冠亮、何憶婷 劉冠亮、何憶婷 不高手的都說我天真 身边的朋友却骂我本 总奋不顾身 花泪泪伤痕 我的爱不是无所不能 但至少爱了就有可能 你就是愿的 爱会圆满的 何必在乎沿途有多曲折 心爱沉溺了 没有爱活不了了 每当过飞蛾 不懂扑火多快乐 舍不得结了 再忧伤我也忍了 流着泪拥抱回忆 又有可不可 只有被爱折磨着 我才值得活着 我才值得活着 感觉你们把身体的五感找回来了 我个人觉得很到位 你自己感觉呢 對,还不错 逸廷呢 剛剛... 對,有点小站不稳 小站不稳 對 你不讲我们也看不出来 可能真的很小哦 可是評審老師看得出来 許民才老师,你的看法 你们两位虽然在外型身高 比较吃亏 但是我看到你们身体的律动感 连续感觉 还有对音乐的使用 做得比较饱满 不会是只有在单向方向 你会比较有立体性 而且不容易的地方 就是你们两个的情绪很拖入 所以给我看起来是很冷静 很专注的在跳这首润巴 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住这种特点 加油 谢谢老师 谢谢 許民才老师 新一代的国标界小巨人 是 好 算是Kevin老师 李文勇老师嘛 是,他是上一代的 是 你算他的接班人 是 OK,这个我太乐意接受这个称号 好,不管如何 我们最后再一起来看分数 好 谢谢二位 来,请先回座休息 谢谢两位 好,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 賴婷隆、谢子妍 欢迎他们带来精彩的演出 欢迎賴婷隆、谢子妍 带来精彩表演 Zither Harp 苏白狗热出情话 被风浓转档 平生描绘的木炭 一如泥竹桢 蓝蓝弹香 涂过窗 心捨莫了然 寻思上走 彼此此刻一伴 有色转档 有色转软 是你蜜蜜 云未被自藏 和你炎然的异香 如汉堡台房 你的每一缕飘散 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天真在乎你 而我在人里 七夜秒秒升起 隔江千万里 在平地树壳里 房间照着飘移 就当我为你遇见你 不努力 天真在乎你 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落去 拥得了结局 如转身的琴挖 在彩虎子里里 闭眼的笑意 明天真在等眼里 而我在等你 岁月秒秒升起 隔江千万里 在云地树壳里 房间照着飘移 就当我为你遇见你 不努力 眼睛在等眼里 而我在等你 夜色被打落去 拥开了结局 如穿石的琴挖 此次如此美丽 明天的笑意 跟吉他一宗 打破坏 操原来 操原来 冥想要 他和他重变 打破坏 要是 償了 好 謝謝賴庭龙、谢子妍 帶來精采的表演 其实在他們兩個互動的過程 過程當中 我還是可以看得到那個 他還是很怕小阿姨的 朱廷隆啊 對,常常在眼神當中 然後他又撇回去 又不敢看 然後小阿姨就是 你剛剛是不是有跳錯 還是沒有戴得很好 那個殺氣 你其實是看得出來 他們的位置其實是不同的 我應該是被小阿姨的表情嚇到 又真的被你說中耶 他很兇啊 那個布就是要互看 然後就是越看越不對勁 對不起 我想要看一下哪個舞步 他們互看為什麼會不對勁 剛剛就是小阿姨 那個冷箭射過來 讓你害怕的那個點在哪裡 你很清楚做給我一看 有了 加油了 我剛剛坐那個位置是看得很清楚的 你剛剛看到什麼了 如果我是他 你是小阿姨 他一轉過來 倒心一口氣 很害怕 超大... 他是一直往上延伸 是 其實小阿姨是想要跟你多一點互動 然後沒想到你感受到的是一股冷風 對啊 其實因為不只身體要黏度 眼睛也要 你們兩個其實身體能力很好 但今天你們身體的重心 比眼神的重量輕很多 所以身體飄飄的 可是眼神好重 倒反一笑的話 你們就會是非常好的舞者 謝謝KIMIKO老師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來看分數了 再次邀請所有的選手 來,兩組都請上台 歡迎 好,首先我們要看松霖 還有我們的松佐 今天到底可以獲得到幾分呢 評審老師,請給分 84.4分 總積分169分 接下來要看的就是 冠亮這一組了 來 評審老師,請給分 84.6分 總積分169分 所以目前松佐跟冠亮 他們這兩組的分數是 積分是一模一樣的 是的 那霆龍跟子妍 就用分數讓他們好看 是,加油 加油了 他們兩位到底可以獲得到幾分呢 評審老師,請給分 84.2分 總積分168.3分 好,接下來還有三個舞科要挑戰 下一次要挑戰的舞科是什麼呢 我們有請佩玲老師為我們宣布 下一個舞科是 互相爭鬥的鬥牛 鬥牛 非常陽剛的舞蹈 跟這一次完全相反 是 我們也非常期待 下一次你們怎麼來詮釋這個鬥牛 祝福你們 當然今天要非常恭喜 我們的冠亮還有怡婷 拿到了84.6分的高分 是的,成為我們的單場MVP 獲得一萬元獎金 恭喜你們 恭喜兩位 下一支舞蹈Puzzle請三組選手 好好的把握 當然也非常謝謝我們的評審老師 下禮拜同一時間 一定要準時收看我們的愛妮雅 舞力全開 拜拜 拜拜,下週見